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是一個等於腰三角形 那D的話是 這裡是DR D的話是BC上的一點 然後呢 這個跟這個垂直 這個跟這個垂直 然後AB等於AC等於15 這等於腰三角形的話 然後BC 這是24 那麼他問說 這個 這個是1 這一點是F 他問說 EDR 加上DF 這長度等於多少 我們用面積來算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我可以切成兩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加這個三角形 好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就是多少 就是15 那乘以呢 高 高是1D 那除以2 那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這個三角形面積 就是 底 底是15 是加 底是15 那乘以高 高的話是DF 那除以2 那會等於多少 我現在喔 會等於這個大的三角形 這大的三角形我現在可以做垂線 那因為他是等腰嘛 所以你做垂線的話 這個就會變成中垂線 所以這個是等到 這個是等於全部的一半 這24嘛 所以是12 按著直角 這個15是等於3乘以5 那這是3乘以4 所以這個三角形 只有三角形 是4 5 3 4 5 那個三角形 放大三倍 所以這個應該是等於 這高喔 應該是3乘3 好 也就是說喔 這個就等於多少 這個又等於 底層高除以2 底是多少 底是24 底層高 高是9 那除以2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就可以消掉了 25也可以列掉 3515 3515 3824 那5戳出來 1D 加上DF 這個等到9872 所以我就曉得 1D 加上DF 等於 5分之72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C 5分之72 1D 3D 4D 4D 5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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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